百万单位的分数 它就是要你们把整数当作分数来写 你们看它这边有ABCD四张纸哦 我把它放大 四张纸 它从第一张最长的 然后它每一张切一半 切一半再切一半 所以那个数字就越变越小 可是加起来全部都是等于1的 如果说这个最长这张纸 A它是等于一百万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一百万 我把它切成一半 这样子下面这个橙色的这张纸 它一张是不是等于五十万 个十百千万十万 个十百千万十万 百万单位的分数哦 它就是要你把整数当作分数来写 OK 这样子这个上面这张最大张的 我们把它叫做一百万 OK 下面这个分了一半的 我们叫做二分之一百万 二分之一百万 所以两个二分之一百万加起来就会等于一百万哦 一半加一半等于一嘛 OK 这样子下面这个呢 五十万它又再切成两片 就是二十五万 个十百千万十万 个十百千万十万 个十 十百千万十万 还有个十百千万十万 OK 二十五万 二十五万它又要我把它写成分数哦 百万单位的分数 所以它就是四分之一百万 因为二分之一的一半就是四分之一咯 四分之一加四分之一等于二分之一 OK 如果分数不好的话 后面分数的单元我们会再写 然后最后 四分之一它又要再切一半 所以呢 下面这些呢 它全部都是等于一 十二万五千 因为 二十五万的一半就是十二万五千 然后呢 如果十二万五千我要写成百万单位的分数呢 我只能写八分之一百万 以此类推 它下面这边有问你们一些问题 它说如果长方形代表一百万 这一个长方形代表一百万 长方形和三角形一共是多少 OK 这个一百万 它就是整数一咯 然后 另外一个 右边这个 它切成了几个一样大小的三角形 有一张 两张 三张 四张 五六七八 所以它的分母就是八 涂黑的三角形只有一个 所以是八分之一 将它们两个加起来 就是 一又八分之一 可是它有讲到啊 一整张代表一百万 这样子 一又八分之一 就等于 一又八分之一 百万哦 接下来我们看 我们是怎样把整数换去百万单位的分数 你们看啊 它这边有三个例子啊 一 二 三 它都是从整数 第一个整数个十百千万十万 五十万 变去二分之一百万 就是从整数换去百万单位的分数咯 第二个也是一样 它是从二百六十万这个整数 变去百万单位的分数 第三个也是一样 从一百万一百七十万这个整数 变去一又百分之七百万 也是一样 整数变去百万单位的分数 来我们进一步看它们是怎样换哦 你们看到这些百万单位的分数 与整数的换算哦 你们要记得一个东西就是 一百万它的数字有多少个零 写在写在角落啊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OK一百万有六个零 OK这个从它从这个五十万换去百万单位的分数 你可以照写它的五十万 好像它这样子 这样好像它这样子 然后除以一百万 割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OK有六个零 可以把你们的分数变成最减分数 上面有五个零 可以直接割掉 上面割掉五个零 下面也一样割掉五个零 它就变成 十分之五对吗 然后十分之五 它可以越减 就是分子除五分母也跟着除五 就会去到二分之一 OK当你们拿到二分之一之后 不要高兴先 因为这个还不是完整的答案 你们必须把百万这个字写下去 因为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 二分之一百万 它就代表一个很大的数目 如果你们只是写二分之一 它就代表一个很小的数目 为什么一定要写百万呢 你想一下 二分之一 我用黑色的笔啊 二分之一 还有二分之一百万啊 之间它们有什么差别呢 OK 二分之一百万啊 它就等于 RM 五十万对吗 然后二分之一百万了呢 如果我没有写百万的话 它可以只是等于RM 零点五零就是一个五十仙 如果我欠你二分之一百万 可是我还你五十仙可以吗 肯定不可以的 所以写百万在它的旁边很重要 再看 再看一个例子 它是从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OK 二百六十万 它叫你换去百万单位的分数 同样的我们把这个 二百六十万写下来 然后 再把它变成分数 就是 除以一百万 不要少掉任何一个零啊 检查一下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OK 正确 然后上面有五个零可以割掉 下面也割掉五个零 它就变成 十分之 二十六 在分子比分母大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将它转换成 带分数 就是 二又十分之六 如果这边 转换成带分数 你们忘记了的话 可能在后面分数的单元 我会讲解一次 OK 可是二又十分之六 不要高兴先 因为 十分之六 它可以越减 OK 就是分子除二 分母也跟着除二 就是等于 二又十分之六 是二又五分之三 当然 二又五分之三不是一个完整的答案 因为好像我刚才讲的 我欠你五十万 我还你五十千 可以吗 不可以 所以要写 把百万写下去 OK 所以 这个第二题跟第一题的差别就是 第一题它的百万单位分数是一个 真分数 第二题它百万单位的分数是一个 带分数 这样子你们可以联想到咯 如果那个整数它没有超过一百万的话 就好像这个五十万啊 五十万没有超过一百万的 它会变成一个分数咯 可是如果那个整数它有超过一百万的话 它就会变成一个带分数 然后下面这个第三题一样的方法 你们可以自己试下做 第三题跟第二题一样的 OK看一下这个第三题啊 它是从一百七十万 变去一又十分之七百万 怎样变的咧 好像我刚才所讲的 一百七十万 一百七十万 招槽 写成一个分数 下面放一百万 割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OK 上面有五个零可以割掉 下面也必须割掉五个零 它就变成 十分之七 十分之十七 然后分子比分母大 它可以变成一个带分数 就是一又十分之七 你们算到一又十分之七 你们问自己一个问题 十分之七可不可以越减 如果它不可以越减的话 这样子它就是答案了了 它就是一又十分之七 百万 百万要写下去 这个第四题 三百二十五万 它变去三又四分之一百万 它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方法 跟我们刚才签面三题的方法不一样 有一点不一样 可是 都是对的 它是怎样呢 它把它分开 就是 三百二十五万 它把它变成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三百万 加一个二十五万 然后到这边 它用我们刚才的方法 就是 除一百万 两个都除一百万 写成分数 就是一边 一边它就会变成 一分之三 然后 另外一边 它就会变成 百分之二十五 OK 一分之三加 百分之二十五 我们知道 一分之三 它也可以写成三 三加百分之二十五的情况之下 它就变成三又 百分之二十五 然后 百分之二十五呢 它是可以越减的 就是分子除二十五 分母也跟着除二十五 就变成三又四分之一 百万 这样子你们可能会问 如果我们用回刚才那个方法 可不可以咧 不要这样子分开 可以 来我们试下说 试下用刚才的方法 OK 来 三百二十五万 招潮 然后把它写成分数 下面放一个一百万 你们看啊 上面有四个零割掉 下面也同样割掉四个零 它就变成 百分之三百二十五 百分之三百二十五 可以写成一个带分数 就是三又 百分之二十五 跟刚才我们的做法一样 就是 百分之二十五 可以再越减 它就变 就是分母成 分子除二十五 分母也跟着除二十五 就是三又 四分之一 百万 你们现在看第五和第六哦 它和前面一二三四题不一样 第五和第六 它是要我们从百万单位的分数 换回去整数 刚才我们是从整数换去百万单位的分数 现在是 现在是掉转的 来我们看一下第五题哦 我把它放大一下 可以啊 你们看啊 四分之一百万 怎样做呢 它的意思其实就是 四分之一 乘百万 也等于 四分之一 乘一百万 各是百千万 十万百万 OK 你们记得一个口诀 叫做上乘下除 上就是我们的分子 下就是我们的分母 先用分子乘一百万 等于一百万 一乘一百万 等于一百万 然后 我们用我们得到的答案 除我们的分母 除四 我们的分母是四 我们就除四咯 我们就会算到 一百万 除四 我们就会 得到 二十五万 OK 如果是带分数的话 怎样呢 这个 第五题啊 它是二又五分之二 百万令吉 换取一个整数 首先我们看到带分数哦 我们可以先将它转换成 甲分数 就是五分之十二 然后它 它的意思是一样的 五分之十二 百万对吗 它的意思就是叫你 乘百万 也就是说 五分之十二 乘一百万 同样的 用上层下出的方法 先用分子乘一百万 得到的是 一千两百万 然后这个一千两百万 除分母 现在我们的分母是五啊 所以我们就出五咯 你们会得到 二百 二百四十万 当然 知识你们要 这些问题 知识你们要自己算出来 我没有算在这边 这是你 这个第七题哦 它是从 四又八分之三百万 换取整数 然后它的方法 跟我们刚才第六题 带分数换取整数的方法 有一点不一样 它是怎样换呢 当然你要用我们刚才 那个方法也可以 它这个方法是 没有将带分数换取假分数 它是将带分数的整数 与它的分数分开 看到吗 是这个整数跟八分之三 这个整数分开 写成两个 一个是四百万 一个是八分之三百万 然后这个四百万 我们就知道 四乘一百万的意思咯 它就会变成四百万 然后这个八分之三百万 也是一样 是八分之三乘一百万的意思 就是用上乘下除 三先乘一百万 再除八 你们过后就会得到 四百万 加 三十七万五千 最后将这两个整数加起来 就会拿到它的答案 当然假如你要我 你问我 嗯 我们 我想用回刚才的方法 可不可以 可以 来我们试下看啊 从四又八分之三 百万 OK 先把它换去 假分数 八四三十二 三十二加三 就是三十五 八分之三十五 百万 百万的意思就是 乘一百万咯 所以就是八分之三十五 乘一百万 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零的数 零的那个数 数量要正确啊 不能多 不能少 OK 然后用上乘下除的方法 三十五乘一百万 就会得到三千五百万 然后我们得到的答案 除以我们的分母 就是三千五百万 除八 OK 八四 三十二 好像普通的 只是这样子做罢了 八三 二十四 八七 五十六 八五 四十 OK 除到这边 过后 后 已经 已经 它的余数已经是零了 后面三个零就不用除了 所以答案是 四百三十七万五千公里 第八题比较简单 因为它的分母是十 OK 如果你们还记得 我们之前所学过的东西 五年级的时候 学过的东西 就是 十分之一 等于零点一 十分之二 等于零点二 十分之三 等于零点三 以此类推 这样子你们就可以猜到 三又十分之三 等于三加十分之三 然后你们看上面 十分之三是不是等于零点三啊 所以就等于三加零点三 三加零点三 就等于三点三哦 那么我们可以写成 三点三百万 三点三百万的意思 也等于三点三 乘一百万 OK 这里 一百万有六个零 一二三四五六 对吗 六个零 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将小数点往后移六次 一二三四五六 小数点跑来这边了 然后这些空位帮它加一些零下去 小数点后面的零 你可以写 也可以不用写 所以咧 这题的答案就是 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三百三十万 感谢观看 看下面9题练习啊 12345678 那我们看下面的练习啊一共有9题 我们先看第1题 625万 招写 然后除100万 OK如果上面有0下面也有0的我们可以割掉上面割掉三个0下面割掉三个0 他就会变成千分之 625 然后 这个他是可以越减的 因为他们都是5的倍数很明显 1000除5他就等于200 625除5勒 他就等于125 来这样子看 他们依然还是5的倍数还可以再越减 125除5 等于 25 200除5等于 40 所以是40分之25 还是可以再越减 再出5 25除5等于5 40除5等于8 答案是8分之5 百万 3题 第2题第3题和第4题都很相似 所以我们 我只是示范 第1题和第2题 给你们 第3和第4可以自己做 来第2题 它是从 160万 招潮 除100万 OK上面有5个0可以割掉下面也割掉5个0 它就变成 10分之16 10分之16可以越减除2 分之除2分为跟着除2 变成5分之8 5分之8它是一个 假分数 你们可以把它换成代分数 怎样换 你们可以用 8除5 分子除分母 OK 如果你们 每次会混乱 到底是分子除分母 还是分子 分母除分子的 你们可以 这样子想啊 假设这个除法啊 它是一件物质啊 分母是它的妈妈 妈妈在外面 8是它的分子 儿子在里面 儿子在里面 妈妈在外面 妈妈在外面 保护它的儿子 515 8-5等于3 所以它的答案是 1有 5分之3 百万 OK这个就是第1题和第2题的做法 第3和第4 题跟第2题相似 你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 接下来我会做 我会做第5 第6 然后第7第8第9是跟第6一样的 都是代分数 所以你们等下可以跟着我第6题的方法来做 OK这样我现在示范第5题 5分之4 百万 它的意思就是叫你们用5分之4乘100万 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然后用上乘下出的方法 R就是4乘100万 等于 四百万 然后下除就是 四百万除五 等于 八十万 答案是 八十万 这个是第5题 然后第6题它是带分数来的 1又 十分之7 第6题啊 一又 十分之7 按照我们之前所学过的 我们可以将一又十分之7 换成 加分数 OK 加分数怎样换呢 如果你们忘记了的话 看这里啊 一又十分之7 你们可以写一个 乘在这边 可以写一个 加在这边 10 乘 1 加 7 OK 等于 10 加7 等于 17 OK 分数里面哦 妈 分母是不会变的 你们要想啊 分母就是妈妈 妈妈只有一个 妈妈不会变的 所以分母是10 换了过后 分母依然是10 所以它的加分数就是 十分之17 OK 它变成十分之17 从一又十分之7啊 它变去十分之17 百万 它的意思就是叫你们乘百万 十 又 哎不是 十分之17乘百万个 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用我们刚才上层下厨的方法 你们会得到 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1700万 然后这个1700万 除 它的分母 就是10 除的话 除十的话 相对的简单 不需要做指示 因为你们可以各自 割掉一个零 70万 OK 然后 第七第八 你们可以自己 私下做 可是我会把它正确的答案写在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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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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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